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 送不停 各位小伙伴都知道 那个open-air的chatGPT 最近是大火火出了圈 那大家也知道的话 这个从注册到使用都非常不容易 都非常不容易 那么前几期节目 我也有对这个做一个重点的介绍 但是各位小伙伴们 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也有发现 那他在每次使用的时候 你只要浏览器一关 你就要重新登陆 对吧 或者说你这个网页一关 他就要重新登陆 所以使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 那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就是一个插件 那插件的安装上浏览器以后 后来你就在谷歌这一边同框 你谷歌搜索什么 他这边就出来什么 然后一次登陆了 也可以一直使用啊 包括浏览器关了 再打开了 他也不用再重新登陆 使用非常的方便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打开浏览器啊 大比方我们在这边输一个这个 OK如何追女朋友啊 我们随便输一个问题啊 如何追女朋友的话呢 这边男生做的五步什么什么东西的啊 这些方法什么什么什么的啊 这只是大家看到这一边的搜索栏 那这一边是空白的啊 是空白的 OK 那我们现在啊 把这个浏览器的这个插件给他安装上 OK 我们点右上角的三个点 然后点更多工具这一边呢 就是一个扩展程序 我们打开它 然后点左上角三条杠 点下面打开Chromeium商店 OK 我们把这个插件给他搜出来啊 它的名字就是叫这个ChatGPT for Google OK 我们搜出来就是第一个例子了 ChatGPT for Google OK 我们打开它看一下啊 打开它看一下 那看看它的描述啊 描述 它是在搜索引擎结果中 同时显示ChatGPT的回答 那这个就很厉害了 对不对 非常厉害了啊 同步也就是说你在谷歌里面搜什么 它就同步 同框啊 同频 给你这个ChatGPT的一个答案 OK 功能特点的话呢 它支持所有主流的搜索引擎 这是OpenAir官方的API 啊 然后从插件弹窗里快速使用这个ChatGPT OK 支持这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OK 那我们就直接点这里添加之Chrome OK 添加扩展程序 OK 这里显示已经添加了 已经添加了 添加了的话呢 我们点一下这个扩展程序啊 我们把这个ChatGPT给它显示出来啊 OK 固定在这里了 好 就是这个插件 OK 那我们需要使用它的话呢 还需要进行下一步的设置啊 大家看到在这个界面这里面呢 有一个人工智能供应商 那这个地方 那右边的这一个是开放人工智能应用程序接口 OK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这个地方 为ChatGPT 那webAPP提供支持的API免费 但有时不稳定 OK 这个地方它其实需要一个密钥的啊 需要一个密钥的 OK 这个地方是讲您可以在此处找到或者创建您的API密 OK 这边需要输入一个密钥来激活这一个插件啊 激活这个插件的功能 OK 我们点这个加号 新建一个页面 在这边呢 我们进入到API的一个官网手页啊 OK 到这边以后的话呢 大家看到右手边啊 右上角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应用程序接口 OK 我们点一下 OK 点击以后的话 我们点这个地方登陆 登陆我们的API的一个账号 OK 我们点Continue 我们点登陆 OK 登陆到我们的OpenAir账户以后呢 右上角这个地方有一个个人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个人的 OK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 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查看API密钥啊 我们点一下进来 那以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您目前没有任何API密钥 请在下面创建一个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点创建新密钥 选一下 OK 这边显示说以生存API密钥啊 我们把这个密钥给它啊 点击复制一下啊 点击复制一下 OK 复制以后 我们回到这个聊天GPT这个界面啊 我们把这个密钥给它粘贴在这个地方 给它粘贴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点这个地方保存啊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保存按钮 它可能翻译过来 翻译过来 这个表达的不是很清楚啊 我们点一下这里 OK 这里说更改一保存 对不对 更改一保存 好的 现在我们再来到这样一个 我们再来到这个谷歌的主页 OK 来到这里以后 我们尝试做一个搜索啊 随便怎么搜都行啊 随便怎么走都行 打比方这个 对吧 牛肉这么做 啊 才好吃 对不对 我们搜索一下这样一个 搜索以后 大家看到了 这个右手边这个地方 它已经开始同步的 出了一个结果 这个就是ChatGPT的一个搜索结果 当然这个结果的话呢 跟这个谷歌里面搜索的 可能有一点差别啊 大家看到 谷歌搜索这一边呢 它有12356 好像这个步骤比较清晰啊 说的也比较多一点 那然后这一边 ChatGPT的一个结果呢 好像好像就两条啊 就两条 比较简单一点 什么像煎炒烧针 等不同的方式 什么东西的啊 好像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说它至少呢 也是同步的做了一个 搜索显示 OK 我们再尝试一下 搜索其他的一个结果 看看怎么教女朋友 OK 我们搜一下这个这个话题 这边稍作停顿的话啊 他就出来结果 这边第一个客服害羞 第二个了解女孩 第三个要主动表白啊 等等等等 可以打笔话 我们搜一下怎么样子 这个创建一个函数什么东西的啊 我们搜索一下 看看这边会不会出了一个就是这个程序啊 代码程序 代码 我们想让它生成一个什么代码呢 就是这个创建一个函数啊 实现输入提示密码什么东西的 OK 这边就出现一个简单的一个代码程序啊 简单的一个代码程序啊 表示说这个插件已经完全可以用了啊 已经类似的跟这个谷歌浏览器的话呢 就是 很绑在一起了 那你这边搜索什么 他这边同步的就出来什么啊 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 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需要问这个确的GPT什么问题的时候呢 你就直接在这边输入就可以了 你不用重新打开单独的这个确的GPT的一个窗口 那么这样的话大家都知道啊 因为每次打开确的GPT的一个网页的话呢 他都会重新登陆输入密码什么账号很麻烦 对不对 那在这一边的话 他就做到了一次登陆啊 那以后你随时打开 随时这边就有结果 不用再重新每次登陆这个确的GPT的一个网页 OK 非常的方便啊 非常的方便 OK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介绍到这里啊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